好 明天就是双十国庆 来看看这个人家讲说 其实韩国瑜还有暖心的一面 虽然柯文哲遭到挤压 但是韩国瑜仍然发了邀请函给民众党 特别为柯文哲留下了官礼座位 此外 韩国瑜也日前邀请了 柯文哲的太太陈贝奇 去出席国庆晚会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 就是参与 柯文哲任内完成大巨蛋 在这边来欣赏一下江会的演唱 民众党也有回应说 这份心意跟好意 本党由衷感谢 这份邀请韩的到来 与一笑置之 就是在讲赖清德 形成极大的对比 民众党点滴在心头 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韩国瑜也准备要出席 反霸造势来挺谢国梁 因为他担心罢免变成了 这种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 这种不利因素 避免绿营大罢免朝刺激 朝野对立 所以决定12号要出席 这个大造势的活动 那我们来对比看看 这个赖清德 这格局上面 他讲到了国庆 要嘛就是在那边比年纪比大小 要嘛就是在讲说 总统府曾经是威权的象征 在专制时代的时候 总统府是威权的象征 但是在民主的时代 总统府是人民参与公共场所 然后这个产权是处于全体国人的 那当然讲的是非常的民主 可是不知道大家的感受 是不是觉得 没有那么威权很民主呢 这个恐怕这大家心里面 有各自的答案 那再来讲到威权 那你为什么不去说日本殖民时期呢 当时的总统府还是总督府 日本殖民时期其实 这个威权程度 我应该是现在的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不是要再度唤起 国民党威权的反感 然后刻意说这一番话呢 就处处好像都要戳这个人一下 戳那边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看 到底心里面是不是真的 真的把人民看在心里头 觉得我们现在是要以人民为主 是属于全体国人的 真的有在意全体国人吗 恐怕不是这么这样子 你看昨天高金的一个质询 他问到了卓龙潭 因为现在这个政府的 所谓预算里面 根本就没有你们当初承诺 对于这个原住民的这一笔预算 那所以高金就觉得说 这个赖清德真的是 最践踏原住民的独裁政府 我们来听一下 赖政府 是我从这23年来 我看到最践踏立法院 最欺负原住民的独裁政府 现在民进党 在这里胆港欺负台湾的主人 如果再没有任何一个人 出来说话的话 接下来会不会就是老师 警察 军人 甚至所有的国民 共产党的一句话 为人民服务 是委员选举的口号 你的人民 不能只有原住民 没有全国的人民 你要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才讲 对 为人民服务这一句话 其实我们那个里面没有捡到 他说其实这句话 是来自共产党的一句话 他说共产党这一句 为人民的服务 就是你委员的口号 你要真正的去为人民服务 然后人家就讲说 天哪 你现在就是骂到不行 你就开始给人家抹红吗 就又要讲说 哇 吵不赢就抹红 真不愧是我们的这个 DPP大院长 那再来民进党立委 难道不是为人民服务吗 是为党服务吗 那你不是也很矛盾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错吗 为什么讲这句话 就是要被抹红呢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所以又有人翻出来 为人民服务 过去成见人的 新来威 为人民服务片 哇 抹红 这个是共产党的一句话 再来蔡英文 在五月份的时候 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我们一刻都不敢忘 哦 共产党的一句话 那照你这样子说 你们民进党 没有人说过这句话吗 我们随便捞两个就是 所以民进党 是不是对于这个 原住民来说 反正原住民嘛 票没几张 也不会投给我 可歌可泣 所以那你这个 原住民委员会 难道不是为 原住民人民服务吗 那再来我们看 这个廖先祥 跟这个卓龙泰的这个质询 他说如果以后 原民啊 客家 劳工啊 警察啊 都要增加运算 那政府受得了吗 那如果哪一天 也站在这个院长的背询台 你就会知道 国家不是这样经营的 还开始教人家说 怎么做院长 他其实也是第一次 做院长不是吗 那他说要执政 就要学习执政经验 已经是这么傲慢的态度了 廖先祥就讲说 如果我当院长 我一定是遵守法律 那卓龙泰却马上插话 强调 还有不浪费公帑啊 那问题是不浪费公帑 不浪费公帑 你们有资格说吗 我们动不动一个app 就是六千万打炸app 或者是什么 我们动不动就这种app 花了我们公帑多少钱 然后没有成效 你好意思说 我们还没算你超时跟高端呢 那你看王世坚就开始开呛 速发布就是饭桶 花了六千万 开发这种网路诈骗 通报查询的app 就像丢到水里 网友负贫如潮 评分看一看才2.8颗星 所以卓龙泰却又讲说 我们这个app已经延后上架 会再改善 他就说延了就不要再上架 一群饭桶就间隔痛骂 这个卓龙泰 也算是英系骂赖系 那横述发布就讲说 没有啦 这个六千多万是明年度 这个引用数据错误 可是偏偏自己人 自己人引用错误那就算了 那这个事情 我们就大家就这样 大事话小小事话无好了 那其他浪费公帑的呢 难道就不是吗 我们来问一下原汁哥 我先讲那个赖清德 每次都喜欢在 不适当的场合 故意错人家 你再跟韩院长一起看光雕 然后也要故意去酸 有人这样子吗 今天大家说 就是要好的气氛 比如一起吃饭 你就故意要 故意讲话去攻击人家 正常来讲 真的不会这样 所以他真的语于常人 我觉得是语于常人 但我觉得说 总统府是什么象征 看总统 以前即便是在戒人时代 讲金国总统 秦政爱民建设台湾 大家就觉得 这个总统府会 带来给你那种 秦政爱民的感觉 你说现在 我们是号称是民主国家 因为我们有选举 可是你现在 你老是不尊重多数民意 要或者是透过大法官 把多数民意通过的法律 要宣布违宪 然后或者是 多数民意讲的东西 只要你不认同 你就说要发动青鸟 然后要去把你罢免 你觉得台湾现在有民主吗 你做的也斗争的行为 也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 所以以我来讲 我现在看总统府里面是赖清德在办公 我也是觉得很威权 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回力标很容易打到你自己 然后另外讲卓龙泰昨天在立法院 也是非常的 非常不客气 非常嚣张 他和廖先祥质询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看到 因为我是廖先祥下一个 廖先祥是问他说 那总预算案这样卡住了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卓龙泰说 他回廖先祥 他说那是因为立法院 不懂我们行政院的立场 现在是立法院不懂行政院立场 所以总预算案才卡住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教训廖先祥 就说如果你做行政院长的话 你这样子搞的话 那国家怎么经营 你不要浪费公帕 廖先祥听到当场撒掉 原来帮原住民 给他们应有的补偿 叫做浪费公帕 我今天早上我也问原民会主委 原民会主委说他也不认同 他认为应该是 他的立场是说 直接三万跳到六万太快了 要循序渐进 可是他也不认同浪费公帕 所以其实民进党骨子里面 就是很看不起原住民 所以昨天 卓龙泰才会对高晶这样子讲话 我觉得他就骨子里 就是看不起原住民 好 来请教永平姐 我们把现在全台湾权力最大的三个人 拿来比一比 韩国瑜是一个暖心 细心 贴心道 在国庆晚会 还给柯文哲留位子 还记得要去关心陈佩奇 然后让民众党觉得相当的暖心 然后八个委员都去出席国庆晚会 这个是韩国瑜心胸宽大 然后不断的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社会分歧米平 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来 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然后赖清德是一个小肚鸡肠 然后情绪控管有问题 刚才董哥评论他的祖国论 说赖清德一定是 这个突然自己没有事先准备 就突然想到就有感而发 你一个领导人 你用这样子的即兴式的演书 那个危险性有多高 现在会弄到 刚才大家都在烦恼说 明天的国庆日 还不晓得要面对 哪一种暴冲的赖清德 这个让大家心里不安 跟韩国瑜 一个让你安心 一个让你害怕 是一个最鲜明的对比 然后再碰到一个卓荣泰 卓荣泰我觉得 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爬到这种高位 没想到发现说 政治能力如此的差 遇到有任何争议性的问题 全部都不知道解决 然后不知道解决 只要压力大 不管压力来自他的背后的老板赖清德 还是压力来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他就突然显示出来 他非常凶狠的一面 可是这种凶狠的一面 到了你被僵住的时候 他又得要赶快 又要低姿态 所以反反复复 你就给人家一种色力内人的感觉 你就觉得说 那你根本不是一个卡 你根本不是一个领导人物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最高权力的三个人的对比 那在这种状况下 谁优谁劣 我觉得大家心里有一把尺 最后我要讲 不要管政党的支持度 今天有一个民调 支持退回总预算的民众 跟反对退回总预算的民众 虽然都百分之四十几 但是支持退回的民众 多于反对的人 表示蓝白的诉求 多数人是支持的 好 来问董哥 我们可以看 韩国瑜当然是很温暖 卓龙泰跟韩国瑜就是 我那时候在跑台北市议会的新闻 后来他们两个都来干 市议员的助理 我那时候就认识他们 到现在大概三十六七年了 这两个人都是台北市议会的助理出身 可是两个人隔籍竟然如此不一样 韩国瑜很好寻找陈佩琪来 不过里面有一点是讲错 他说让陈佩琪在柯文哲任内 完工的大忌丹欣赏将会演唱 不是 大忌丹不是在柯文哲任内 柯文哲是卡忌丹的一个黑手 如果柯文哲2014年当选以后 好好的让大忌丹好好去盖的话 那时候的规划是2017年台北四大印 就在里面办 柯文哲一上任就说 这是官商勾结的产物 我来卡你 我可以打马鞭酒 可以打好农兵 他内心是邪恶的 柯文哲是坏透了 大家不要被说 他好像关在牢里就这样 我讲公道的话就是这样 所以到他卸任的时候 大忌丹还没盖完 讲完安到处去沟通 然后大忌丹就开始盖了 所以王真志也来了 这就是隔籍不一样 那柯文哲其实就是一个 小鼻子小眼睛 每天都在怎么样 去陷害别人 栽账别人 霸凌别人的一个真志人物 我讲实际就是这样 那赖清德呢 赖清德建设的光雕 又要开始讲总统务怎么样 我告诉你赖清德 前台湾最威钱的 一个建筑叫做赖皮寮 你还没当选总统 就怕一堆人在那边 行事不让人家靠近 对不对 这个不是很前卫吗 对不对 不是很威钱吗 所以他讲那个 其实就是故意要修理 过去国民党 好像他们对台湾民主 有什么贡献 台湾民主贡献时候 赖清德还差很远的 赖清德第一次从政 是民国85年他显国代 那时候民进党早就成立了10年了 你这10年你在哪里 别人在奋斗 或者那时候在抗争 你在哪里 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史里面 看到了抗争 从来没有看到赖清德的身影 对不对 你今天是一个收割者 讲这些话就让人家很生气 尤其对原住民是这个态度 那这个原住民是什么态度 其实最重要的 着隆态这个人不及格在哪里 因为原住民的预算要不要编 现在他是法律 他如果只是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要求提高 那当然